空氣汙染 現在打的反而環境運動的議題裡面 現在都變成很小很小的東西了 以前是打蠻大的東西 像這個礦岩 像以前你看惡人溪 前台灣的河川 那種會花煙冒泡的 還有垃圾的問題等等 你看 像以前的整個開花 這種廚工 這種廚師 這樣整個吞了之後 竟然有人敢幹 有人敢核准 然後呢 有人敢賣 沒有人敢核准 所以分下來 是 又要給你的公子 然後以前對待怎樣怎樣 這個野生動物的情形 那是怎樣 然後後來呢 整個從1990以後 全面反覆了 整個大地反覆了 你看 這是賀柏寨被人 這隻是民主理性 然後呢 我們一直在進行這些 從土地的傷痕到 這個整個 你看看這個 包括人文的調查等等 我在這裡 忘記的話 你知道喔 就是 沒有辦法 講出來 很多東西看到那個景 就是 就擺住了 所以我今天 今天早上 好像很像會好久 反正 幾十年我走過的路 今天來調查 下次來就看到就不見了 我只能告訴各位 台灣非常多的山 老的比我還要快 那當時以為 只要政府改變 一切就改變 所以呢 喔 他就運動 酸育 我就 我就跟我講 鄭勇啊 跑路死死的 來幫他倒山去 我就辭掉 國家公演課長 要不然我現在 最差勁 起碼也幹到署長以上 而且 那太武器了 那部 我幹院長好了 幹總統好了 我想要選總統 喔 主黨 主黨 我去 兩年前去美國演講 他們說 提到自己現在也講不出來 當時我只能告訴你一句話 我說像現在的人都可以當總統 再做誰都可以 這一位 幾位 你看現在都已經過世了 李正元厭世 後來我們做很多 台灣開始推展這個垃圾分類有沒有 我們以前都一直在推廣 然後我在台中也設立五個社區來做試驗 還有文化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全世界台灣特有的文化 然後到甚至於連社群我也調查 我當時在做社群調查的時候 我那幾個助理好高興 從來沒有機會像這樣 這麼公開的檢驗所有能夠找得到的社群干露 真爽 而且還看得理所 當然 那後來就是 你看我們曾經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 我在在台中所發展出來的這個 臺灣生態的東西 對社會的關注 那我接下來就要來 我們講 如何呢 如何進行社會關注 現在麥克風有聲音嗎 你先斷斷細細 對不對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我 恢復正常一下 現在 決定 就成功